大家好 欢迎收看杜高斯贝电视 今天做客演播室讨论私募股权发展及其流动性主题的嘉宾 是伦敦Headway资本公司创始人和合伙人 克里斯蒂安 欢迎您克里斯蒂安 感谢您的邀请 过去25年里 私募股权的流动性有何变化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一定的背景 我现在将会从机构投资者的角度来考虑 将私募投资作为一项资产类别的投资来看 一般来说 机构投资者致力于投资大型的基金 诸如凯雷 黑石 KKP 以及与风险投资相关的整个领域 自70年代 投资领域开始积极发展 彼时民间投资市场还是完全没有流动性的 人们经常咨询资产管理公司或者基金的代表 并签订合同对资产进行10到12年的配置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20年左右 但在90年代开始出现了私募投资的二级基金 这样基金创建是给市场提供了流动性 而私募市场正是具备提供给人们自由买卖 基金资产的机会 但90年代的时候存在着很多限制 相关方面也不多 在2000年 科技行业泡沫破灭之后 私募投资成为了主流 现在所有方面都接受这类投资类型 是金融业的一部分 有大量的二级私募投资基金 提供着来自私人投资者的流动性供应 您认为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流动性将会如何发展 在过去的数年里 私募基金的交易平台十分积极地在进行着发展 我认为主要的想法在于让私募基金市场 像其他市场那样向公众开放 能够自由地进行交易 但是我觉得这未必能够达成 在我看来存在着很多障碍 让私募基金市场 像其他开放市场那般具备流动性 首先一点 私有的投资并不是公开的信息 即绝对是不会有透明度的 第二点 资金的转移 要让一个投资者的资金转移至第三方 那么需要经过经理的统一 同时还要解决税收和法律方面的问题 我认为未来资产管理的经理 即使是很出名 拥有大量客户的经理 也要遭遇私募市场上的类似问题 除非这个市场变得更具有流动性 由于流动性的限制 存在着成千上万的其他基金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型的专业机构购买者 来注入市场流动性 否则就无法受益 投资者如何受益于私募股权的流动性呢 回到我刚才所说的行业发展初始时期 当时人们不得不将自己的投资配置成长期 相应的与资产管理进行长达10到12年的合作 而投资者从该行业发展 获得最大的好处会是 管理投资组合的可能性 现在很多专业的投资者 则是积极地利用私募市场的投资 来作为投资组合有效管理的工具 我们看到一些美国知名的投资人 是这个市场非常活跃的买家和卖家 这也使得私募资本市场增加了 对其他投资者的吸引力 此前很多人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缺乏流动性的市场 因此不应该将资本投入进去 虽然现在它还不是最具有流动性的 但至少投资者明白 在投资的所有年线里 有可能会获得额外的流动性 这种投资具有什么前景 哪些领域可以带来最大的好处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就像众多的其他行业 私募投资很大程度上 是取决于全球发展的趋势和经济周期 现在风险资本和私人债务工具 再次流动起来 风险投资通常用于最活跃的经济领域 此外有必要考虑地理方面 数年前发展中国家已经非常流行 现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从计划投资 私募股权市场的机构投资者角度来看 他们大约需要五年的时间来还清投资 而五年的时间 经济周期或者趋势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 因此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 很难把握好所有的趋势 在我看来 私募投资是一个长期的博弈 投资机构需要在一定的时段内不断地投入 这不会是一个短的时间 私募股权市场投资二级基金是否具有意义呢 事实上 二级基金已经成为私募股权市场的显著特点 此外还存在着不同的子类私募投资基金 二级基金通常回购这些子类别资产的仓位 许多投资者在操作大部分私募股权的投资组合的时候 都会涉及到二级基金 个人而言这是具备意义的 但就像其他存在于世界的特别现象 我的想法也是很主观的 此外很大程度上还需要关注经济周期和趋势 这会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克里斯蒂安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感谢您的邀请 本次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节目和独家采访 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 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